在鱼塘这个位置捡到了快餐盒 难道有人来我鱼塘这边边吃饭 边钓鱼 那还用说来的不够勤快呗 昨天都没有 这怎么会有快餐盒呢 明显就是筷子是吧 一次性筷子 装一圈 看会不会有人放鱼笼 要是被我发现了有人放鱼笼 罚款 罚款抓得到吗 这两边都在下雨 这个鱼塘又长水了 长得挺多的 这个鱼塘水这还是可以的 三年前 二一年的时候 我跟我姐夫在这边养鱼 那时候这个鱼塘 投放了五六千条鱼 这是拉的电线 现在四年过去了 这个电线不知道 是有没有坏掉 没有坏掉以后 这边还是可以通电的 长水了 看一下你脚下那什么 有人来这边钓鱼 吃的面包 不是面包哦 你看看 四个洞就是那个做的 还乱丢子 还乱丢垃圾 盖子装什么 吃的不是面包吗 耳料 那掉了两包耳料 我钓了蛮纪尾的 一个人吗 看样子是一个人 这边再转一圈 好不好这里坐一个人 别的地方再坐一个人 附近的人啊 看了我的视频 钓鱼就不要来这边钓了 因为搞养殖的都不容易我们 你说你坐在这边坐两三个小时把鱼都钓走了 像这么大的鱼塘里面的鱼挺多的 钓两三个小时可以钓很多啊 你说钓一两条回家吃啊这无所谓啊 大家都是玩一玩是吧 但是必须得经过我的同意跟我说啊 这边再转一圈吧 走 以后你们来这边钓鱼没有跟我说 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来了哈 被我发现了 罚款我就不罚了 罚老婆 应该就是一个人在这边钓 山上有野猪下来哈 这里都被野猪拱了 那这一大全都是野猪的脚印 野猪脚印 野猪下来干嘛呢 看这脚印这头野猪应该 上百斤耶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看 这脚印不微小哈 挺大的 那这里 这里 这个鱼塘又要交给我老爸管理一下哈 有些时候 我在外面忙 没有时间 我就等于邀我老爸过来看一下 每天最少三次 天乐钓鱼都能多呀 天乐晚上我都要来 好多鱼一群 看到啥了 没看到啥随便看一下 然后过两天鲜料会到哈 鲜料到了就开始投胃了 不然的话这个鱼 靠割草把这些鱼养的 有点困难啊 还是要喂鲜料这里 这样就能够大规模养鸭子养两千只啊 这个鱼 不愁长不大 也不愁这个鱼塘挣不到钱 可以养鸭子的话 这个鱼塘你好好经营的话 挣个三四万肯定挣得到 啊 养鸭子 鱼都不需要买鲜料 他们自己就会长发 你说这个钓鱼的 有没有可能是今天上午来的 今天上午天气好 没怎么下雨 老师上午我们在扫足没过来 是哦 今天一上午都没来 对 又没下雨 按道理是今天 你看一下嘛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土感觉都是新鲜的 如果下一场雨 像旁边这些土 不都冲下去了吗 有可能是今天上午 所以啊 以后还是得勤快一点 知道吧 要不然别人来钓几次 一次钓一点 一次钓一点 钓几次 你这鱼塘的鱼都没了 是哦 我还指望了一条青鱼 养到五十家 别搞得年底的时候 干鱼塘 哦 青鱼不见了 那就尴尬了 那这可真的说不定了 真的要进来 不然的话这个鱼 多帮别人养 现在回去了 回去喂鸡 晚上的时候 咱们再过来一趟 兄弟们 这个简围去 咱们去派出锁报个案 念一下指纹 指纹有吧 这个盒子上面 念一下 兄弟们 去派出锁 看一下我 开玩笑的 走走走 走走走 回家了 一只螃蟹 大家看一下 哎呀 螃蟹还挺大的 这么大的螃蟹 大家看看 多漂亮 放了你 大家看看 这么大的福寿楼 这鱼塘里面 福寿楼泛滥了 估计 都是青鱼的口粮 都探索了 我看不见 不见 这一只鱼塘里面 一只鱼塘里面 鱼塘里面 那一只鱼塘里面 一只鱼塘里面 谢谢观看